第四號颱風 氣象局持續對第四號颱風哈格比 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 從今天早上十一點的位置上來看 哈格比目前的位置在 鵝鑾鼻的東北東方大約430公里的海面上 從它未來的移動方向上來看 會逐漸接近的我們東北方的近海 對我們的東北部海面還有北部海面 已經構成了威脅 因此我們除了提醒航行作業船隻要嚴加戒備之外 今天要最注意的就是長浪的現象 由於哈格比台風持續的接近 在我們的基隆北海岸東半部的沿海 包含恆春半島以及綠島南嶺 還有我們的西南沿海包含澎湖以及馬祖 在今天是容易有長浪的現象發生 目前在鵝鑾鼻已經觀測到2米以上的長浪 請大家在海邊活動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 至於在整體的走向上面上來看的話 哈格比台風預計會掠過台灣東北部的近海 然後到了禮拜二的時候進入中國大陸 最接近台灣的時間點會是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白天這段時間 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白天這段時間 特別是明天將是這個哈格比台風影響台灣期間風雨最明顯的時候 那在雨勢上來講的話 我們由再來強度上的部分的話 颱風的強度目前是一個輕度颱風 那在他接近台灣的期間強度上呢 還是有可能稍稍的增強一些 那今天詳細的雨量呢 我們由雨量的預測圖上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今天的雨量呢 在雨量預測圖上來看呢 還是明顯一個以午後雷震雨為主的天氣形態 在沒有下雨的時候是比較高溫的炎熱的 在北部地區呢 今天受到颱風外圍沉降的影響呢 有機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目前在台北氣象站已經量到36.1度的高溫 那至於午後雷震雨的部分呢 今天午後雷震雨的區域呢 主要還是以中南部地區跟山區為主 那午後雷震雨發生的時候呢 是不排除有短時的大雨或者是好雨 那大家如果前往山區活動 一定要攜帶雨具備用 那隨著颱風逐漸的接近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這段時間呢 我們在颱風附近的北部跟東北部的雨勢呢 會逐漸變得明顯 特別要提醒的就是在中南部地區的朋友們 雖然颱風距離呢 中南部是比較遠的 但是颱風逐漸北上之後 西南風會逐漸的增強 因此在中南部地區的雨勢在明天的話 也是相對上來講是比較明顯的 那大家呢 不要因為中南部地區的朋友們 不要因為距離颱風比較遠就鬆懈了 那這樣不穩定的天氣呢 會持續到禮拜二 禮拜二還是在低壓帶的影響之內 因為天氣還是持續不穩定的 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 颱風陸境預報是有不確定性的 那如果太平洋高壓的強度呢 比預期的更偏稀一些 那我們的颱風陸境預報呢 也會更偏稀 那所以呢 目前呢還是沒有完全排除 陸上颱風警報發布的可能 請大家要隨時注意我們最新的天氣預報 以上是這一節颱風動態最新的說明 我們會想拍譯至 daily 相佛